阳光从树荫里映照下来 几张桌椅加上摆饰品 这里是哪里的户外咖啡厅 观众朋友可能猜不到 因为这里是土城日新里 独创的日光咖啡广场 原本是社区的张乱点 经过改善后居民常到这里散步 里长吴姓平则是在新冠病毒疫情扩散 活动中心必须关闭时 创意发响应用这一片零硬下的空间 扮起了露天咖啡馆 免去室内群聚的疑虑 就是志工把环境打扫得很干净 我想说饭店的这些朋友 他有提供桌椅装饰品 让大家可以在这边多一个活动的空间 所以就开了露天咖啡馆 对 我们这边最主要就是说 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可以提醒民众 提升一些环保意识 所以我就提供了咖啡 然后让他们自己带杯子来这边 可以享用下午茶的感觉 都喜欢来这边 对啊都喜欢来这边 对啊然后那个 那个秀行姐啊梅兰姐啊美秀姐啊 然后发哥 因为我们这边也算是日清里有分 中央路的右手边这边是比较老旧社区 靠近中华路都是比较新的社区 所以我们也希望比较新的那边社区呢 也可以过来这边 就是大家一起同的认识 为了要开户外咖啡厅需要桌椅需要咖啡设备 里长吴姓平有好人员身边好朋友热情赞助 帮助里长一臂之力 让社区里的阿公阿嬷能够在户外享受阳光 再喝上一杯现煮的咖啡 配上邻里好朋友送来的饼干瓜子 这样的幸福感只有在日清里才能够独家拥有 我们这种好地来我们这里会用 所以我们这里要一个人 他会非常享受就对了 里长有用心真的在做 很用心什么也都做 不管人家就走 人家就走 做得很简单 真的做得很简单 这边可以给大家是说来这边晒晒太阳聚在一起 老人家嘛大家都很互相聊天 不会说老人家现在在防疫中 老人家都藏在家里都不出门 做这个露天来说 我们的里长用这样 大家都出来 拍一个里头很好 你看我们的村民好 热心里独家的日光咖啡广场 座椅怎么摆设自由弹性 吴姓平热情邀请社区长辈来到这里聚会 消磨时间大家作伴聊天 过些日子也会邀请讲师开课 带给他们更多养生或是生活的资讯 热心里日光咖啡广场 一杯热咖啡一份灵力的热情 等着大家一起来聚会 记者林立吴志恒 土城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